这个河南大叔靠一张葱花饼在千里之外的台湾杀出一片天地 赵大叔本是土生土长的河南人 因为女儿嫁去台湾便随着一块去到了台湾生活 到台湾后 身处异地的大叔闲不下来便拿出自己的家传手艺 开了一家街边小店专卖河南特色葱花饼 自从开店后 赵大叔每天天刚刚亮就起床准备自己的食材 首先是葱花饼的灵魂葱 大叔一般都采用非常新鲜的小葱 掐头去尾洗干净后 用机器将其切成大小均匀的葱花备用 随后将七斤重的老面擀成薄厚适中的面饼 再加香油花椒面等辅料 最后撒上刚开始切好的葱花 然后将其连包两次 中间记得再撒一层葱花 就这样饱含葱花的面团就诞生了 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 将含有充足材料的葱花面团 用擀面杖再将其擀成原先的面饼 最后放到烙饼机里 表面撒一层水和白芝麻 隔五分钟给饼翻个面 之后便可以进带葱花饼出锅了 金黄酥脆的葱花饼出锅后 大叔会用刀将其切成方便食用的几大块分开售卖 其中每片只需35台币 人民币8块左右 可见这位河南大叔带到台湾的 不仅有葱花饼的技术 还有独属于内地人民的朴实和实在